设定严谨到堪比诺贝尔 脑洞却比国足尽世界杯还要大胆 这部上映于07年的《太阳浩劫》 也被媒体评为了影史上最被忽略的科幻片之一 在这里 美队又一次被冰封了 奥本海默也重新出山 只不过这一次 他带着他的超大核弹去炸太阳了 故事发生在2057年 由于暗物质的堆积影响了太阳正常的核聚变 在能量的枯竭之下 人类面临着绝种危机 地球也彻底进入了永恒的黑暗和冰封时代 为了拯救地球 人类用尽所有的资源建造了两枚巨型核弹 试图以此来重新将太阳点燃 可搭载着其中一枚核弹的伊卡鲁斯号飞船 却在航行数年后离奇失踪了 绝望过后 搭载了全人类最后希望的伊卡鲁斯二号 在七年后也不得不继续朝着太阳进发了 为了稳妥起见 飞船不仅搭载了特殊改造后 能抵御太阳制考的巨大额热评 还派出了一支由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所组成的八人小队 在经历了16个月的漫长航行后 飞船成功来到了水星附近 可船长却在此时告诉了众人一个坏消息 由于太阳风的影响 飞船的通讯系统受到了严重干扰 再过不到一天的时间 他们与地球的联系就会被彻底的切断 尽管众人对这一切早有准 但听到这里依旧沉默了下来 等到物理学家卡帕也跟家人做完最后的告别后 飞船彻底进入了失联状态 收拾好心情的众人又来到了观察室 一起见证着水星划过太阳的绚烂光景 可变故也在此时发生了 通讯官哈维无意中接收到了一条求救讯号 而讯号的来源竟是消失了七年之久的伊卡鲁斯一号 通过对讯号来源的追踪 他们成功定位到了一号的位置 但让众人疑惑的是 明明一号距离核弹投射点已经非常接近了 可为何却没有继续执行任务呢 然而没时间多想 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 那就是是否修改航道前去营救 维修员美队第一个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没有任何事情会比完成任务更加重要 可心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前去营救不仅可以补充物资 最重要的是多一颗核弹就代表着多一次的机会 毕竟谁也没有炸过太阳 也没人清楚成功率究竟几何 争执不下的众人只能将决定权交给物理学家卡帕 毕竟这个问题只有他才能回答 而经过多次的模拟测算后 卡帕也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以现有的方式引爆太阳成功率确实很低 所以多一次投弹机会的确是更优的选择 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 他的这个决定即将改变一切 就在众人准备休息时 剧烈的警报声突然就响了起来 慌张的众人飞快地来到了控制室 才发现原来是驾驶员催一在改变航道时 忘记了重设隔热屏的角度 导致其中的四块隔热板受到了损坏 众人意识到如果不赶紧将其复位 那他们很快就会被伤万度的高温置口 船长果断地叫上卡帕就准备前去维修 穿戴好特制宇航服的两人缓缓地走出舱外 很快他们就将第一块隔热板成功复位 然而就当飞船上的众人欢欣鼓舞时 意外发生了 灼热的阳光刚好照进了制造氧气的植物舱 只是一瞬间 剧烈的火焰就直接引爆了这个舱室 分析到还有波及核弹的风险后 飞船的人工智能自动接入了系统 并改变了飞船的偏移角度 尽管美队当即就下令释放了所有存储好的氧气 用闪燃效应成功将大火熄灭 但却也导致所有植物都化为了灰烬 更糟糕的是由于飞船角度的偏移 致命的太阳风暴很快就会将船外的两人吞噬殆尽 见状 船长果断地命令卡帕坊为舱室 由他来独自完成接下来的工作 所以就在他将最后一块隔热瓶复位的同时 他也见到了此生最绚烂的一幕 目睹这一切的催疑崩溃了 被心理学家诊断为有自杀倾向的他 随即就被其余人关进了疗养舱 而尽管船长以生命为代价修复好了隔热板 但飞船所剩不多的氧气已经不足以支撑 他们继续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所以眼下别无选择的众人 也只能继续前去与伊卡鲁斯一号回合了 很快他们就抵达了一号的位置 当两块隔热瓶完成覆盖后 众人也成功进入了一号飞船的内部 此时的舱内已经毫无生命迹象 唯有人类骨灰所化成的灰烬遍布四周 当暂代船长的通讯官哈维提出 坟头行动的那一刻 也预示着坟头行动就此展开了 通过检查 他们发现飞船上的所有系统都能正常工作 核弹也是完好无损的 就连植物舱的植物都生长得格外茂盛 唯有操控飞船的主系统受损严重 很明显是遭到了人为的蓄意破坏 这时 美队突然又在系统内发现了 飞船的船长所留下的录像 录像内的他不光浑身严重烧伤 就连精神似乎也出了问题 神神叨叨地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众人还在愣神之际 美队这边却又传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他发现飞船的主板早已丢失 这意味着哪怕核弹完好 他们也无法将其带走了 然而就当众人在观察室 找到船员自焚的尸体时 变故再次发生了 剧烈的震动突然就席卷了整艘飞船 连接两艘飞船的气密舱 也在一瞬间断裂开来 眼看着就要被永远地困在一号飞船内了 危机关头 美队及时地发现了唯一的一件宇航服 这代表着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人能够活下来 他并没有犹豫 而是直接穿在了卡帕身上 毕竟只有他才能引爆核弹完成任务 但代理船长哈维在面临生死时却退缩了 这一刻 人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在无声的对峙后 又是美队想出了不是办法的办法 他迅速拆下飞船内的保温膜 让剩下的几人将其裹满全身 再试图让卡帕将他们一起带回去 可心理学家却发现由于控制系统受损 他们必须得留下一人手动开启舱门才行 也就在哈维慌神的瞬间 心理学家却主动表示自己留下来 当一切准备就绪 舱门开启所产生的巨大压力 瞬间就将三人推向了太空 可就在即将抵达时 三人却还是被气流冲散了 卡帕及时地抓住一旁的美队 将他成功甩进了舱室 但命述使然的哈维却没那么好 太空内的超低温瞬间就将他彻底拎动 最后更是散落成了漫天雪花 在简单地休整过后 剩下的几人继续踏上了未知的征程 随着二号飞船的离开 一号飞船内的心理学家瞬间就暴露在了阳光之下 他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见识到了最耀眼的光芒 这边 剩下的几人通过分析确定了 肯定是有人故意破坏了气密舱 而唯一的可能人选就只有崔一了 刚好植物学家通过测算 发现飞船的氧气只够四人到达任务地点 所以为了任务能够顺利完成 美队决定亲自去做这个坏人了 可就当他来到了医疗舱时 却发现崔一早已在无穷的愧疚之下自我了乱 这悲伤的一幕让众人沉默了下来 等收拾好心情后 卡帕继续着测算核弹的工作 然而人工智能却告诉他 他们活不到发射核弹的时候了 但明明植物学家就测算过氧气的存量完全足够四个人 可人工智能接下来的话却让卡帕寒毛疏离 等到人工智能锁定了第五人的位置后 不安的卡帕立马来到了观察室 果然看到了一道未知的人影躺在了光芒之下 他缓缓地走到人影跟前 才震惊地发现对方竟是一号飞船的船长 然而此时的船长不仅被阳光俯视成了一个怪物 还彻底地丧失了人性 他直接一刀将卡帕划伤 并继续朝着他一步步地逼近 危机关头 卡帕强撑着最后一口气淘进了气密舱 这才捡回一命 随后为了阻止他们投放核弹 船长先是将飞船的主板移出了冷却槽 只是一瞬间 整艘飞船的电力就彻底地瘫痪了 接着他又盯上了植物学家 所以就当植物学家在废墟之中 发现了一株顽强的幼苗时 他的生命却也就此走到了尽头 另一边的美队这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接上被用电源后 从监控内发现了重伤的卡帕 再从他口中得知了真相后 美队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被移出的飞船主板 为了将飞船重启 他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了冰冷的冷却槽 而就当他一次次挑战生命的极限时 飞船的副驾驶员也发现了船长这个未知的闯入者 就当美队修复好电力系统的一瞬间 他利用强光对船长的影响 趁其不被一刀将其捅上 接着又迅速逃进了核弹舱 另一边的美队在拼尽最后一口气修复好飞船主板时 却在爬上来的最后时刻被冷却槽卡住了小腿 在交代完卡帕一定要完成任务后 美队终究还是被急寒所冰封了 悲愤欲绝的卡帕则第一时间穿上了宇航湖 接着用喷枪将舱门烧穿 再把自己牢牢的绑在船底上 随着他按下外部舱门的开启键 巨大的压力差直接冲开了舱门 成功来到驾驶舱后 他又将核弹舱与飞船主体分离 随后他继续顾忌重施 朝着逐渐远离的核弹舱纵身一跃 等到飞船主体在阳光的直射下被化为灰烬时 他也成功进入了核弹舱 在这里他意外发现了受伤的驾驶员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船长就已经来到了他身后 并掐住了他的脖子 接着又带着他来到了舱室边缘 也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及时赶到的驾驶员一把抱着卡帕 挣脱了束缚 可下一秒两人却又静止地掉进了深渊 惯性的是此时刚好核弹舱的角度发生了偏移 他们这才得以安稳落地 争分夺秒的卡帕又立马找到了核弹控制器 赶在核弹掉落今日免动的前一秒 他才毅然决然地引爆了核弹 只是一瞬间 伴随着耀眼的银色光芒上 排山倒海般的冲天火焰就朝着他倾泻而来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在了原地 卡帕的生命也彻底得到了升华 而在故事的最后 褪色的蓝色星球终于再一次地迎来了希望的曙光